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沒有啦,我打算現在 即是開始撻千亂林星座暈世 我有一些影片 那那個Cover就拿一些 比較特別的一些 生活上面見到的一些情景啊 一些照片啊 或者一些quotes啊 就做一個Cover 那純粹有多少少的 心意 令到我這個 或者有多些個人的分享 等我這個 塌千亂林星座暈世 好啦 那我首先有兩個好消息要宣佈 那就是說 第一 我以前未會做 即是逢初一十五 新月滿月都會做 塌千亂林星座暈世 那就是一個月兩次 但是因為之後一些緣故 就停了十五那個星雲 但是第一個好消息就是說 基於香港現在 都是一個很風雨飄搖 很人心惶惶的時候 那我就想 趁這個 都比較free的一段日子 去多些禮物的手 去找多些機會 跟大家去 免費地去指點迷津 那去安撫一下大家的心靈 所以 接下來 我十五滿月的 episode 又會開始做 真的一個月 會有兩次的塌千亂林星座暈世 好 第二樣 也是關於一個免費的 一個 幫助 一個資訊給大家 那就是 我從去年開始 記不記得 我有一個post 因為我算中了客人買六合彩 他真的去買 然後 贏到議獎 之後 就封了封大禮士給我 對不對 我一直都說 要回饋社會 就要做一個議員 但是 可惜 一直是事不外遇 我沒有這個時間去做 是的 但是 最近 我都說 比較free了一點點 還有我覺得 在香港 這麽動蕩的一個社會環境 經濟很低迷 那我就覺得 全部的因緣和合 那些東西齊備了 因緣充足了 那 尤其是 真的一個這樣的經濟環境 我覺得是一個 最完美的timing 去開始做我的議員 是的 在我出完今期的星雲 一個星期之內 大家 總之記住 密切留意我Facebook IG 是的 那我就會 去 進行這個議員 是的 真的不周前 希望幫到大家 在香港這麽艱難的環境之下 好了 所以 上面是有兩則好消息 但是 對於天蠍座的朋友來說 伴隨著這個 八陽座的新月 這個農曆三月 對你們 就不是一個 那麽好的消息 為什麽呢 首先我想說 其實你們那個 Energy 尤其是身體那個 Energy 是的 不是說去到一個 最健康的狀態 但是你們呢 有太多事情想做 有少少好高無緣 有少少心頭太過大 是的 尤其是 因為你們會忽然 就是你們最近是收到很多的一些 嗯 喔 兩題 OK 首先你們其中一個 累的原因呢 是因為現在 在一個資訊這麽爆發的年代 尤其是 在這個社會這麽多 動盪 是的 可能有時候有些 真消息 假消息 是的 那麽在你們的WhatsApp 或者在網上的媒體 那麽你們會收到很多的這些資訊 那麽你們會受到一個疲勞 好 第一 那麽第二個呢 就是說呢 你們可能會收到很多 又是一些不同的知識 是的 很多的資訊 那麽你們需要去process 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呢 對你們來說可能是會 有些益處的 是的 最近你們有些 你們心裏面呢 有一些urge 在那裏 有一些東西蠢蠢欲動 好想做好想做 是的 那麽然後就不斷去收封 看一下 嗯 可能我當你想去學東西的 那麽你就會不斷去收封 這個course好不好 那個course好不好 是的 那麽 又或者 想去做一些投資 Let's say 是的 那麽又會周圍去看一下 哪個課程好 或者哪個股票好 是的 總之你們有些東西是想做 蠢蠢欲動 是的 想去落手落腳做 那麽然後呢 你們就會不斷去 真的好小心的 不斷去收封 去做了好多的research 是的 那麽但是 因為這個 農曆三月 你們本身那個 Energy level 是比較低的 是的 還有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惡性出雲 是的 那麽多的海量的資訊 那麽你們的Energy 那麽你們就更加 那麽你們就更加 處理不到這些海量的資訊 是的 那麽最後這個農曆三月 是真的 那麽壓力大到 會拖垮你們自己的 是的 那麽所以呢 我勸你們 不要心頭這麽高 是的 Take baby steps 不要一次過 要去消化 和去process process 就是消化 是的 不要一次過 要去成就這麽多東西 是的 因為 那麽你們 真的 那麽這個農曆三月 是很 是很殷勤的 是很 很敬業 是想去實踐很多東西 那麽但是 那麽我覺得 整個 氛圍 其實對你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麽我覺得 你們會比較難 是的 比較難去跨過的 那麽所以 我在這麽呢 奉勸你們自己 好自為之